是大运开幕式或各界好评 但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下午在议会质询指出比幕式门票买的人少 且花了7900万元 音乐家、艺术家全骂翻 因为不好看 唯一亮点就变成柯文哲市长的演讲 许淑华质询引用各家的评论 例如大提琴家张正杰说舞台阳春 音乐表演缺乏创意 歌手表演像在开个人演唱会 最大失败关键是创意 台北艺术总监等音语为说 闭幕随便缺乏完整设计感 心向创办人许博允说 非常惊讶的糟糕 草率大杂会 音乐表现流于表面肤浅 许淑华指出 尤其是那个机器人表演浪费钱吗 竟还是手动的 还质疑董事长乐团竟然变成暖场 而非关键的主秀 文化局长钟永峰则解释 主秀很多是新兴独立乐团 许淑华说 大家都讨厌当乌鸦 但他不说又不行 国家大事应该把最好的拿出来 钟永峰表示会检讨 许淑华要求文化局一周内提出闭幕式的检讨报告 议员许淑华又在议会直询文化局长钟永峰市大运闭幕花7900万 但艺术家音乐家都骂翻了 记者杨振海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